在梁山上排名前十几的都是了不得的人才 等于梁山的重量级人物 也是大头领 铺天雕李硬排在第十一位 可见他的实力也不弱 李硬原本是山庄庄主 膳食的武器是枪 他的背后还藏着五把飞刀 关键的武器 一见时刻以飞刀伤人 五十米之内百发百中 李家庄与湘林的朱家庄和护家庄结盟 三家说好了有难同当 一方遭到了攻击 另两方要派人支援 当日因杨雄杀了人 带着石秀和石谦投奔梁山 在朱家庄酒店住宿的时候 石谦偷了人家店里的抱小鸡 为此惹了麻烦 他被朱家庄的人扣了 第二天 杨雄遇到了在李家庄当管家的好友 就想着请他帮忙 叫李庄主替石谦说几句好话 放了石谦 李硬也是个讲义气的汉子 听说了事情原委后 答应到朱家庄要人 并亲自前往讲和 但朱家庄非但没有放心 还说了许多商人的话 李硬自然十分生气 双方还为此打了起来 梁家就此闹翻了 宋江攻下朱家庄后 早就仰慕李硬的大名 也想把他弄上山 于是派人假装知府 向李硬问罪 李硬果真上当 害怕被定罪 就逃上梁山 后来虽然揭穿了宋江的把戏 但他觉得梁山十分适合自己的秉性 于是就留了下来 李硬虽然武功也不错 在管钱方面更是十分精细 因此宋江派他管理财政 正因为如此 他虽然打仗的时候出场不多 但因为他管着钱 在众多兄弟中威望很高 当梁山好汉们攻打下方辣后 没有战死的兄弟们也都辞官了 李硬见大势已去 自己也不愿为官 便假装身体有病 也辞职了 后回家养老 他在梁山的时候 自然积攒了一些钱财 因此生活过得还比较富足 书中对李硬的描写 还是比较细的 他的外貌很有王侯将相的样子 而且为人也仗义 在他还是李家庄庄主的时候 就喜欢结交江湖上的好汉 每当他出行的时候 总喜欢穿着红袍骑白马 样子十分洒脱 李硬虽然不常出战 但众人都知道他武功的厉害 特别是他身后藏着的五把刀 那是他秘密武器 飞刀一旦出手 五十米内百发百中 因此人都忌惮他的飞刀 他因为与朱家庄闹翻了 但当梁山想联合李硬 共同对付朱家庄时 他却不愿意出兵 虽然朱家庄无情 他却不能无意 正因为他名是李 有分寸 宋江才对他如此眼目 想要把他弄上山 为此还和吴勇制定了计划 把李硬骗上山 然后后待他 虽然李硬后来知道了 自己是被骗的 但看在梁山兄弟 如此看重他的份上 他也没有计较 依然留在梁山上效劳 梁山接受招安后 李硬跟着宋江 也立了不少功 他的飞刀技能 杀死不少敌方的将领 所以虽然他大部分 都在后方照应 许多人没有亲眼看到他 施展绝技 但他的武功 其实很厉害 正因为如此 他才能排在 108位中的第11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